既然你们是来求和的 那你们是不是应该有求和的态度啊 再说了 就算我 就着你们的错误不放 你们能拿我怎么样 莫莫小姐 你恐怕误会了 我这趟来拜访 不是来求和 是来做交易的 刚才直播呢 你不停给我打电话干嘛 什么 不给存天价呢 那还谈什么呀 做个货的人太老了 而且还不舍得花钱 找了那么多 没打把我的转过来 这是我们智能社 被采集到的信息 后面的内容 我就没有继续再听 但我想光就前面这一段 也就够用了 你们这是什么意思啊 是想威胁我们吗 这段录音表达得很清楚 莫莫当时是下了直播的 这属于个人隐私 如果擅自泄露出去 就打你们自己的脸 坐实了酒店 擅自泄露客户隐私的责任 下了直播 不代表我们没有权利 对外公布信息 我不知道二位 如此针对我们酒店 是出于什么原因 但就事论事 我们也可以根据合约起诉 遮礼 发动里有明确的调刮 酒店从上午七点到晚上十二点 会开启智能设备的 连续对话公式 你在房间里 发出的所有指令 智能设备都会进行 采集和记录 这个呢 会作为我们之后的数据分析 反馈使用的情况 并且 我们可以作为 对外使用的采样 所以呢 我的直播是十二点结束的 你们的智能设备 按理来说应该是 自己自动关闭的 你偷听我说话还有理了 这条我恐怕就要感谢 给您打电话的这位朋友了 我想您应该是特别着急 要接他的电话 所以提前结束了直播吧 这段话 您是在十一点五十九分 三十秒的时候说的 那个时候 还没有到我们智能设备 自动关闭的时间 还在被允许采样的范围之内 而这段音频之所以 后面断掉了 就是因为我们的设备 按照合同自动关闭 所以我想 这要是咱们打起来的话 谁伤得更重 恐怕还不一定 跟人设崩塌相比 在中国市场 得罪了所有的国货客户 以及欺骗消费者的后果 你确定你跟你的团队 承受得了吗 未经设设计划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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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用上班了嗎 這麼閒 我媳婦總被人欺受 哪有薪資上班啊 沒有秘密之後 你會再來找你吧 不會的 公司都把它拉進黑名單了 她進都退不去 哎呀 走吧別膩了 誰呢 白手說 買車了 怎麼這麼不理智啊 把錢花在初遙這種貶局上面呢 那你沒拉開 不是拉風的小跑車呢 賣來了 那樣嗎 你家裡困的啊 換一輛玩玩 車本來就是大玩具嘛 還膩著就換玩具 希望你對女人可別這樣 哪能啊 您慢走 你家什麼時候都發展成可以聊天的地方了 我們經常在微信上聊天啊 啊 聊什麼呢 聊女人啊 我聊天啊 什麼這樣啊 alien人啊 你怎麼在dale子裡 我這啊 你怎麼在那裡 要你死啊 他呀 你怎麼在那裡 你怎麼在那個上廣場 我现在就是在执行 集团最新的决定 客房预定量确实还不错 但都七七八八都取消了 有那么一两个想尝鲜的 那一间客房足够 总之呢 改造过的我不会动 想要继续改造 不可能 我已经想好对策了 这次 我找了更具有权威 以及更安全的失税员 来挽回我们客位 我知道 网络上对于我们智能酒店的安全问题 以及未来趋势的探导 一直没有平息 但是对于我们来讲 未必不是一件好事啊 我可以利用这次舆论的热度 让这个形势对我们重新有利 顾佳 你能不能不要再做冒险的事情了 现在酒店的舆论对你非常不利 你现在需要做的是平稳过度 平稳过度 这才是最重要的 这才是最重要的 这个价值已经到了如此地步了吗 自信心爆棚哦 接下来就有人开始对我的先生 表示好奇了 说 这个男人的心到底有多大 才敢把温如雪娶回家 我倒想确定这位朋友 你不如反过来想想 像我这么不靠谱的人 为什么会愿意嫁给他 是因为他很帅吗 是因为他很有钱吗 还是说他很会照顾人 巧了 以上这些方面他都符合 但是我呢 毕竟是一个见过世面的人 所以不会轻易被这些东西打动 最重要的一点是 我常常在他面前 觉得我自己很二 每次我遇到什么糟心的事情 要发脾气爆棚的时候 他会用他的方式告诉我说 完全没有必要 你那么在乎 是因为你弱机 一开始我很不服气 但是时间久了 我觉得这样的日子 好舒服啊 我居然可以心安理得的 在他面前做一个弱女子 我想很多女婿同胞 都感同身受 这是非常难得的 因为这个社会 让我们坚强太久了 很多时候 我们自己都忘了 自己是一个女人 可是居然 有另一个男人记得 好 你说 被老婆夸的感觉不错吧 抱歉 上一个会耽误了点时间 开始吧 这一期我想报 人与机器 谁更可靠这个话题 因为我觉得咱们这个节目吧 最近老是在聊些 情情爱爱啊 生活琐事啊 观众也该听腻了 而且这样 不利于发展新的受众去 这个话题是不是有点太专业 也太沉默了点 我们应该对我们的观众 多一些信心 前段时间 威和他有那个智能房间的话题 我不知道你关注了没有 事情已经过去了 但是相关的讨论 一直从各个角度 在切入和延续 嗯 人工智能现在 离我们生活这么近 隐私又是所有人 关系的话题 所以我想借这个热度 把咱们节目的调性 再提高一个凳词 这样的话 我们可说的话题 就会比原来复复很多 嗯 我赞同 昨天咱们吃饭的时候 不是一直都在聊 生孩子的问题吗 嗯 这不 今天我这手机上 几乎所有的购物软件 都在给我推母婴用品 和医疗服务 这个人工智能啊 真的在渗透进 咱们的生活 是啊 哎你们看过那个电影吗 哎 叫什么赖着 哦 就是说人工智能 再这么发展下去 就该能做人的工作了 就像这个录音笔 能直接语音转文字 还支持中英翻译啊 看哪天把我的工作 给取代了 我倒是觉得啊 咱们应该对人类 有点信心 人工智能再强大 那不也是人类 发明出来的吗 这是时代发展的趋势 我们总不能恐惧新科技 支持逆发展吧 不是 我也不是说支持你发展 那你刚刚那个意思 我就是觉得这个话题 咱们可以 好了 好了 再说下去啊 我都以为你们是温如雪 提前安排好的拖了 你看 我随便抛一个论点出来 就能吵起来 多好的天然立场啊 哎 但是我的稿子 会站在人工智能这一边 好吧 既然你这么有信心 那我们就试一试 总监那边 我来负责说服工作 好的 都说完了吗 咱们是不是可以 散会了 咖啡 刚刚给大家做了下午茶 来尝尝 你怎么溜掉来了 我刚刚下楼给大家买咖啡 谢谢 刚刚我碰到外主厨 准备给姐姐打电话 我就直接把人给带上来了 哎 这是不是属于 家属探班的福利啊 威的主厨特供 还亲自送上门服务 我感觉我这身份 一下就上升了好几个档次了 学姐 你这老公也太贴心了吧 白主厨 油多探班 没问题 你就别喝咖啡了 人家晚上睡不着觉了 哇 好贴心啊 好贴心啊 我就说她是暖男吧 白主厨啊 你这个甜品我就不吃了 怕嘴粉酸 说不出什么好话的呀 刚好没做你那一份的 我还能做 来 来 谁不去打扰你了 那没什么事的话 我 我先走了 来 行了 别看了啊 抓紧时间吃吧 有儿子去处理就行了 咱儿子一年辛苦挣的钱 都贴给咱们了 看着就心疼 回见 什么回见 不用见了 儿子 快 你也喝点 任务都打扶走了 钱也还了一部分 还剩一点 我现在钱不够慢慢还 你们就别操心了 还有 你们要是真想干点什么 你们就开一个小店什么都行 别整天瞎琢磨 什么叫瞎琢磨 哦 我知道了 你是怕我们成为你的负担 想让我们自食其力是吧 我不是这个意思 我该给你们的钱 我一分都不会少 但是 你说我每天我要赚钱养家 对不对 我哪有时间天天回来陪你们 天天看着你们 我怕你们又犯老毛病 那你赶紧把媳妇娶回来呀 你妈一个人在家 忙里忙外的 也好有个伴呀 是啊 你跟那个希希怎么样了 有没有结婚的打算 我们俩 打算先订婚 这次回来 就是跟你们来说这事的 定了好 哎呀 要我说呀就不要废那个事了 直接结不就得了吧 啊 你们该怎么办就怎么办 不用跟我们商量 再说了 他们家反正有的是钱啊 咱们家这情况 你也看见了 也出不了什么力 你呀 还是赶紧回去啊 给你未来的老丈人 好好地商量吧 嗯 妈 哎 小孙来了 快进来 坐着一块儿吃吧 不吃了不吃了 我这什么 明天得提前走 家里那边催着回去 老人的病啊 实在是着急 需要用钱 所以 您看您那点尾款 是不是今天能给结了呀 尾款 什么尾款 你没有跟他买东西了 没有没有没有 是这样 你孙姐啊 她打算不干了 她还剩了点货不是吗 就 便宜地处理给我们了 是吧 你们又买多少 十多万吧 十多万 你们哪儿来的钱啊 又借钱了 没有没有没有 没有 没有 是希希妈给的 你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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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跟戴希希家要钱了 亲家人特好 说不用我们还了 我那会儿刚上大学吧 大学啊 啊 那你开化的 可够晚了呀 我开化的晚 但是我进化的快呀 没有听说过吃什么补什么 后来者沮丧吗 是吗 没听过啊 哎呀 你别打岔了 哎 雪姐 你接着说 哦 她是我们学校的 辩论队的学长 我为了接近她 我就在图书馆里边 装好学手 每天恶补各种知识 我的势力 本来是可以考飞行员的 那段时间我都快瞎了 终于 如愿以偿 我被她招进了辩论队 可能嘛 是因为接触时间 长了 亦或者是因为我那段时间 书看得多 我特别有思想 我就开始 对她的有些观点 觉得不对 我不同意 我就试图跟她交流 嘿嘿 这个过程我就不跟你们说了啊 总之 但是我后来发现 她完全接受不了 我挑战她的想法 无论对错啊 反正我事事都得顺着她 所以 初恋美好的感觉 就这样消失喽 许姐 你这是被 批评了吧 哎 什么是批评啊 就是我爱你 所以我要控制你 哎 太可怕了吧 嗯 请 说的就像白像文呢 我讨厌 哎哟 哎哟 新车那么快就提到手了啊 同志们 看看我们审导 好 好 厉害哦 二手车 现货上盘 直接开走 哎 怎么买到二手的啊 那开着多别扭啊 我跟你说 你这个就是 批评危险的潜在心理 你该不会还有处女心态吧 哼 我告诉你啊 你这样会被我们成长之后的 新时代女性 第一次地挺无人心 嗯哼 嗯 嗯 白主厨 哦 挺自然的呀 嗯 白主厨 你最近出现得有点平反呀 今天下班早 我过来接你 我不是跟你说了吗 我跟同事们聚会 会稍微晚一点点回家 我知道 我一个人在家没意思 就过来看看 嗯 那个我们 我们这儿也差不多了是吧 对对对 记住记住 哎 我刚来啊 谁让你自己迟到的 行 哎 我陪你喝 给你喝到位了 我好带我媳妇回去 好呀 好什么好呀 今天大家带我上班呢 确实时间差不多了 咱撤吧 你走 别别别别别 别扫大家心 来 干了 干了 你们继续 干了 回头啊 把你那些同事啊 都请到家里带来 我坐下 我亲自下机 嗯 坐下你 哎 哎 你不是很讨厌陌生人到你家里来吗 现在是你家 随时欢迎他们呀 坐好了 嗯 在家里点儿 安心 喝口水 啊 在外面也没有什么不安心的 那些都是我的同事 能把我怎么着 没说别人能把你怎么着 可这酒这东西啊 他一旦喝多了 我是怕沈阔他控制不了自己 看来这还真是个事儿了啊 嗯 我郑重地跟你声明一下 我跟沈阔 就是最普通的工作关系 顶多算是个小哥们儿 不是你想的那样 哎呀 他不这么想吗 你看他在我面前 嘚嘚嘶嘶嘶那样 还跟我挑衅 不是 哎 行 明天我就去警告他 再也不许跟你嘚嘶嘶 不许挑衅你 哎 这就对 嗯 不行 那想弄我这人小气啊 那你俩明里爱你这么较劲 就不显得你小气了吗 谁跟他较劲啊 他在我这儿呢 就是一小次了 我懒得搭理他吗 总之 你以后不许搞这些突然袭击 给我一点信任好不好 好 这个话题结束了 哎 天地良心 我没不信 我是在乎我 我恨不得 把你关到一小点 就咱们俩人给我天天守着 太可怕了 你不要给自己弄那么多假想敌好不好 要不然你把我娶回家 不是这套苦吃吗 抱歉杰斯卡 我们的改造计划 恐怕得先暂停一下 咱们之前对赌的条件 我暂时也没有办法完成 剩下的欠款 我今天会以个人的名义 打到你们的账户上 你不用那么着急 我们不是说好有三个月吗 我知道 可这件事情 你在公司内部 也是以个人的名义做担保 我实在不想让你为难 也不想被人抓到什么把柄 反正实际的改造费用 也没有那么多 剩下的尾款也不多了 我知道你在担心什么 昨天财务来找过我 说你们公司那边 好像私下在对你那边 和我们公司的合同 还有账目在做调查 让他们查吧 反正我没什么好怕的 对 我也这么说的 所以你不用太担心了 你放心 我没事呢 还有 谢谢你对我的支持 你好好保重 丁总 不好意思 丁总 突然晒太堵了 没事 先走吧 我们希望在春节期间 用户在搜寻 上海五星级酒店的时候 威火特尔可以排序在第一位 这个我们应用程式的排名 都是靠浏览量和交易量 自动生成的 我可以给你低于 全网的客房成交价 你们可以从中间 赚取更多的佣金 你们这个提议 确实对我们来说 很有吸引力 但是 说实话我们和盖瑞那边的合作 谈得也差不多了 就算你们现在提出这样的条件 我们再转投你们 这也不太地道呀 您这么说的话 那这个合作我就更得拿下了 丁总 咱们这次合作 是不是谈得太冒劲了 如果这保底客房 没卖出去的话 这个损失里外里 不都给咱们市场不自己承担吗 既然目标是明确的 你就没必要计较代价 更何况这也不是什么 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啊 回公司再说吧 非常冒昧地打扰叔叔和阿姨了 因为我真的不知道 叔叔阿姨的账号 我也不好意思问黛希希 我怕她知道这件事 所以今天我就过来 把这钱还上了 我真没想到 我父母借钱 会借到年二为止 我保证 以后不会再有这样的事了 这件事情 希希是知道的 她知道 而且 还是不要有以后了吧 老伴 你去煲个汤 再做几个菜 一会儿让小段 就在这儿吃饭 我把你怎么发账 但这你beiter 你撑得过去 你还是说你 channel 你怎么跟他都放在这儿 你怎么给你带他 你带他 他 我 buried他 你带你带他 他 我带他 也不是一个好的相处方式 因为以后类似这样的事情 还会发生很多很多 我知道 你们是为对方好 怕对方担心 所以彼此都没有说 但人的这一生很长啊 你们这样在一起 会很累的 我的女儿我了解 单纯 善良 热心 敢于面对困难 有的时候还有点 不知天高地厚 所以 才事事往前冲 事事不在乎 但是我们这些做父母的 就会想得多一些 就不能眼睁睁地看着她这样 说白了就是 我们不想看着自己的女儿 被打窝过的样子 你 明白我的意思吧 叔叔 我知道像我这样的人 或者是像我这样的家庭的人 对您做任何保证 都显得非常无力 但是 我真的很爱戴希希 我想要跟她一起生活下去 不瞒您说啊 我这个人呢 之前一直非常非常地抗拒结婚 但是跟她在一起之后 她一直推着我向前走 她一直推着我 我现在 可能有一点想要去试试 承担一个家庭的责任 我今天来 也不单单是还钱的 我是怕您不信任我 所以我跟您保证 我一定好好对待希希 好好地保护她 好好地爱护她 不让她受任何委屈 叔叔 您相信我一次 可是我们不想 让希希冒这个心 我希望你能理解我们这些 做父母的 对女儿的一片苦心 有句话不好听 但不无道理 就是 婚姻 还是要门当户对 我觉得门当户对 才能长久 你也认识 你知道我指的不是 固执条件 而是对生活本身的认知 所以 如果你真的喜欢希希的话 我希望你尽快地 跟她彻底分手 你也认识 这对你们来说 有点不及人情 甚至有点残酷 但总比你们以后 生活在一起 再来解决这些问题 要简单的多 容易的多 你说呢 请进 请进 你找我 你是不是要问我 旅游APP的竞价排名事情 竞价所需的费用 涵盖在市场部 今年的预算范围之内 况且 我敢开这个条件 这个钱我自然是赚得回来 市场部的预算 也不能这么用啊 一个人的包容 是有底线的 能不能不要老是挑战它 做事情 不要事事都约拳 我没想约拳 正在找我审批程序 这件事情我不同意 你 三米现在正在休假 你知道吗 你再想赢 替他考虑考虑 慧桥 我知道你现在的 压力和阻力 你不用着急 李文森凭借他的 一己之力 是决定不了谁了 给我一点时间 我会尽力地说服董事会 重新考虑 智能化的改造的提案 晚醒 我会尽力地说服董事会 愿意地说服董事会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你带我来这儿干嘛 你不是想要发泄吗 发泄不一定 非得把自己喝醉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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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你 送你 不用了 你是我怕你老公吃醋呀 不会的呀 我现在跟她已经是 喝过酒的好哥们儿了 要不你跟她一样 付我车钱 就让补贴了我用废了 有这时间呢 你去讨好讨好 别的小姑娘 就算换不来至死不予的爱情 说不定能换来春宵一课呢 你跟我这是一个 已婚妇女这儿 瞎耽误什么功夫啊 温如雪 你要是结了婚之后 跟普通妇女一样 婆婆妈三楼四楼的 我可要取管你公众号啊 请编 反正我不差你这一个粉丝 你这样白相闻 会一步步得寸进尺子的 师傅 走了吗 我一直都不说 llä 我一直都是我 我一直都是我 我一直都 聖 ating 我一直都认为你 我一直都认识它 我一直都认识它 好核心脏 来 咱俩不是在家都说好了吗 你不用每天来接送我的 太晚了 不放心你 有什么不放心呢 那么多年我自己不都过来了 你没见你过得有多好啊 是吗 我对我自己 靠自己过的这些日子 我还挺满意的 就喜欢你这种 没见过世面的样子 开玩笑 我有一个 以前在法国 跟我共事过的朋友 他现在在奥克兰工作 他跟我说 他经常会去你喜欢的 那个皇后珍去度假 环境优美 人少 安逸 他自作主张地 把我的建立投到那边酒店去 没争想 那边邀请我 去做行政主厨 优秀啊 白先生 那你答应了吗 我怎么可能答应呢 你人在这儿 我得守着你 你也不用内疚 就算是欠我一个人情吧 我完全没有觉得内疚 我为什么欠你人情了 这事我得跟你掰执一下 好 认识你之前那么多年 我都是全世界各地跑 这你知道的 可是遇到你之后 我舍不得走了 也是因为你我才放弃了 条件这么好的工作机会 是不是 你 你舍不得走 这不是你自己做的选择吗 我不是因为你 才做的选择吗 不不不不 这这个这个 真的得掰扯一下 这完全是两回事啊 如果说是我强迫你 因为我留下来 那么是我的问题 现在没有啊 是你自己的选择呀 你不能默默地 就把它算作是 你为我做出的牺牲啊 那我问你 你愿意跟我一起离开吗 再说了 那也是你喜欢的地方 我现在生活在这里 我们人在哪儿 家就在哪儿 生活可以随处地 重新开始 你看看 跟你比起来 我真是没有见过失眠 我确实做不到 像你这么潇洒呀 我生活中还有我妈 有小杨 有乔乔这些朋友 我没想去离他们 那么远的地方 那我呢 作为我的太太 你是不是应该 优先考虑一下 你丈夫的想法呢 我作为一个人 我是不是应该 优先考虑一下 我自己的 真实的想法呢 你做的哪件事情 我没有支持呢 我愿意为你留下 那你为什么不愿意 为我离开呢 哪怕这只是一个假设 而言 总之啊 要留下 是你自己的选择 不走 也是我自己的选择 既然都是自己的选择 为什么你的 就好像是牺牲 而我的就变成是自私了呢 我什么时候 说过你自私啊 我说 那所有的话 不都是在第一次 我觉得我是一个自私的人吗 我说哪怕是一种假设 我在你的假设里面 都没有优先去 一会儿你路过 乔乔家的时候 把我放下来好不好 为什么 我得回去陪晓杨再两天 答应他 我怎么不知道这事啊 我现在告诉你了 你这个借口找得 好像不是很完美啊 好的 那我不找借口了 我就是今天 不想跟你回家 可以吗 杜先生将会参加 明天举行的 新人新书发布会 如果您有其他问题 请关注我们的官网 谢谢 旌旗公司那边怎么说 他们也不知道 杜珈牧也不接电话 他就是心里有鬼 居然敢信誓旦旦地跟我讲 绝对不会剽窃你的东西 而且为什么你找不到他 有特殊的原因 过两天就回来解释给你听 我居然还相信 看来他就是想拖延时间 你怎么考虑的 我们直接找律师吧 总 我没有证据 谁会相信我说的话 我就这么站出来 指责杜家墓 指责别离客户的话 是我被粉丝的 兔木给淹死的 至少 他让我知道了 我自己的漫画 还是有人喜欢的 不过 要是凭我自己的烂画风 同样的故事 也没人看 晓杨 你再冷静地想一想 你除了原稿以外 真的什么证据都没有吗 或者是说有 有另外一个人 可以证明这个作品是你的 其他人都跟豆子一样 他们只绕个大概 一直以来都是杜珈牧 一个人指导我 我的草稿 画稿 故事 梗概 我都只发给过他一个人 那不就有了吗 微信记录啊 你们里边肯定发过这个吧 我那天 我那天一生气 我把流添机构给删了 你是不是拿我的电脑 备份过你的手机 好像是 诶 同学们都说好了 到时候一起去现场 揭穿它 行了 不要想别的了 在电脑里边 把证据整理出来 带着证据 去发布会找它 好吗 嗯 这次漫画发表之后 我想会有更多的 漫画爱好者 来喜欢你的作品 宋夏先生 谢谢您和公司 对我的认可 你不用感谢我 你应该感谢你的老师啊 好 杜先生 谢谢您 珍惜你的灵感和才华 好好好 悠悠 您该上场了 你怎么办的新副的漫画 为什么会让你试试 发表的 我怎么办 请你 慢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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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跑 你穿高派鞋 没事吧 我要不是为了 搞这个破媒体证 我再不去参加刚才那个破活动 赶死我了 没碗吧 没 咱们真要进去了 当然得进去啊 难道咱们这么心事动众的 只是为了把杜家墓给 整到小孩屋里揍一顿吧 我这次非得让他 有一个大大的教训 证据带好了没 万无一事 律师在里面 好 带领 走 走 走 怎么了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